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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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卦卦卦卦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明明开通了个人短视频的平台 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 搜索明明在美国 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 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那么这个 我不知道朋友们生活里 是不是发现美国人特别的爱狗 也许呢 收音机前的你 也是一个家有宠物的人 很多人呢 家里养狗 还有人呢 家里又养狗又养猫 猫猫和狗狗都非常的可爱 但是就是我们感觉 更通人性的话来讲 似乎这个狗狗更胜一筹 很多养狗的人呢 也许是自己的孩子大了 也许是孩子小的时候在家 给孩子养的一个宠物 结果呢 这个小狗狗从出生到长大 就仿佛变成了这家里的一份子 很多人呢 管自己叫狗爸狗妈 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这个话呢 有什么样的贬义词 相反呢 他们在生活里真的是把狗狗当作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家人一样的爱护 而狗狗呢 也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他带给主人的这份陪伴 还有忠诚 包括他看上去那个聪明的眼睛 虽然说不出能够和你交流的人话 但是很多时候 你都能够感觉到 他的身体语言 他的叫声 那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这样的一个生灵 有人说就像五岁的孩子一样 那么最近呢 就有人研究出来啊 这个狗狗可能真的是相当的聪明 他虽然说不出人话来 但是他表达这个 相当于人话的这个意义的能力 真的是超出很多科学家的想象 曾经呢 有人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多年之前呢 曾经有科学家 就是做过一些科学实验 来证实动物的这个语言能力 到底和人能不能够沟通 曾经呢 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做了一个就是和人类 仿佛是最接近的这个动物 黑猩猩的这个语言能力的测试 然后呢 最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这个不能够和人 作为一个直接的交流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可以说啊 这个狗狗的语言能力的这件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 大家大概可以对他刮目相看了 在2018年呢 这个Christy把狗狗 特啊 这个斯特拉啊 不是斯特拉啊 领回家不久之后就意识到 这只狗狗的交流 语言交流的这个天赋 是非常的强 作为语言病理学家呢 他能够看得出 斯特拉的交流方式 和刚出生的婴儿很像 虽然他们当时都不会说话 都只能发出简单的 呜呜的音 但是可以通过动作 表情和人做一个很好的交流 于是呢 他就突然有个主意说 要不要给自己的狗狗 做一块增强语言的交流板 看他能否和自己 如期的预约的对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增强语言交流板呢 是他作为专业人士 给那些患有语言发育障碍的儿童使用的 一块板子上面有很多的图片 点击对应的图片 机器就能够发出单词的声音 那么为了方便让狗狗使用 他把它改成放在地上的 用语言按钮 他在每个按钮上 录入自己的声音 比如说出门 拉爸爸 吃饭 轻按他之后呢 就能够发出声音 当这个主人要出门遛狗的时候 他就按下出门按钮 然后把Stella带出去 在Stella拉扑扑的时候 他又会在旁边按下拉扑扑的按钮 通过这样的一个重复的方式 他把这种语言按钮和行为呢 联系起来了 他于是就教会了Stella这只狗 每个声音的含义 另外他还举一反三 教Stella如何自己按按钮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么这只小狗 到底学会了没有呢 他不但学会了 甚至他的进步 还有点惊人呢 到目前为止 Stella这只狗狗 已经认识了45个英语单词 而且他能够聪明到 把五个英语单词连成一句话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哇 这真的是太让人惊讶了 在他的视频里呢 可以看到 很像动物电影里的画面 比如说 如果遇到六狗的时间 他还没有出门 Stella会迫不及待的按下 想要 第二个按键出门 然后一脸兴奋的看着他 有一天呢 Stella呆呆的看着窗外 突然按下了 想要 想要 快看 哎 他以为 Stella想让自己看看他 但是 一望窗外 他就明白了 原来啊 在窗户的外面 有一只小松鼠 而狗狗想要抓住 小松鼠来玩 Stella还会表达 自己的不安 当这个主人 推着婴儿车 准备出门的时候 他会焦虑的 跑到板子面前 按下 生气 爱你 想要 走 意思是 想和他一起走 看看 我生气了吧 但是我还是非常爱你 我想要 和你一起走 哎呦 这个表达的太清楚了 最后呢 怕主人 不懂自己的意思 他索性一屁股 坐到这个主人的脚上 不让他离开 哎呀 还是不小的一只狗啊 感觉真的是 非常可爱 那么 Stella还会 抗拒命令 比如说 主人打算 上楼的时候 他按下走 这样的一个按键 这个Stella 骄傲的 回按一个走 再按步 然后舒舒服服的 窝在客厅里 那么听到 这个主人的孩子 发出 咿咿呀呀的声音的时候 Stella 会困惑的 按住 哭 什么 啊 于是呢 主人告诉他 这是快乐的哭声 过了几分钟 小婴儿睡着了 Stella 满意的 按下了 停了 好 这样的一个 案件 意思是说 孩子的哭声 停了 是一件好事情 这些视频 在网上 获得了数千万 网友的观看 也引起了 加州大学 比较心理学家 费德里科的一个注意 那么他对于研究动物交零 以前是并不感兴趣的 因为上世纪几场 关于这个黑猩猩的实验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科学家已经认定 动物是不会进行语言表达的 可是这一次的事件 大概是又要推翻我们的一些意见了 但是这些视频是真实存在的 看了之后 也让他感到太震撼了 他说这些视频看上去是真实 而且可靠的 能够狗狗用语言来表达想法 这是曾经他们的大学同学 也是动物语言 这个版的老板 告诉我已经有数千人订阅了按钮 其中一半人表示有兴趣参加研究 那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于是呢 他启动了迄今为止 全球最大的动物交流研究项目 也找到了一万多条宠物狗狗参与研究 他们来自28个国家 狗的主人需要在家里安装摄像头 实时录下狗狗的预解愈动 然后呢 把这个录像提供给他们的团队 进行分析和研究 团队还会上门调查 做实验 深度的走访 一些数据会交流给人工智能分析 总之呢 对于狗狗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能力是进行了极其密切的关注 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呢 这个罗萨诺的第一篇论文已经完成了 目前还在审阅当中 他说暂时不能够透露具体的内容 但是情况真的很令人感到惊喜 我们的目标是搞清楚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是否证明狗狗真的懂得人类的语言 还是说按按钮是个随机的行为 这是对人类动作的模仿吗 还是有别的含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处理大量的数据 幸运的是不管是支持者还是怀疑者 大家都对我们的研究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他们使用了美国语言学家 霍克特的理论作为框架 寻找狗狗按语音版的时候 是否出现了他们提到的高级的语言特征 比如创造新词汇是人类的一大特点 在婴儿时期 宝文们经常把两个词汇 联合在一起表达新的意思 动物也有这个能力吗 目前看是可以的 有一条叫做斯科的狗狗参加了他们的研究组 他的主人发现去年夏天 他开始按水骨头这样的一个按钮 什么是水骨头呢 他的主人一开始也不明白 但是后来想起来 有段时间斯科牙痛 他经常给他冰块来止痛 于是牙齿属于骨头 冰块属于水 所以呢水骨头是指他想要冰块 那么罗萨说他还见到有条狗 给救护车取了新名字 叫做乌乌汽车 救护车每次经过时都会哗出乌乌的叫声 倒也是非常的形象 另一个被视为人类独有的特征 是描述远方事物的一个能力 科学家普遍认为呢 动物只能对面前的东西做出反应 看不见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 但是呢这只是人类的妄自尊大 一只叫做比利的猫咪 按语音板问主人爸爸在哪里 当主人告诉爸爸在别人的地方的时候 他不停的按下想要想要想要的表达的自己的一个想念 主人告诉他他爱他 但是猫咪不想管那么多 按了两遍生气 是只脾气很急躁的这样的一只猫咪 很多人呢也曾经怀疑过这个研究 说宠物只是在模仿主人的行为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我也想说 这个批评的人都是没有见过数据的人 如果你观察了一万条狗 观察了几年 你就能够发现事实的真相 那么罗萨诺也说 他很确定动物试图和人类进行交流 尽管有时挺困难 在他收集的视频里 有狗狗在呕吐前 按胃和AOO这样的一个按钮 告诉主人自己非常的不舒服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趣 第一 宠物显然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 第二 宠物可以沟通 第三 他们关心人类 参与研究的柯宁也相信这些 他患有抑郁症 每次情绪低落的时候 他都会按照按钮去寻求鼓励 在他分享的视频里 可以看到斯科按想要 干得漂亮 卡尔金 干得漂亮是他心情好的时候 对斯科说的话 那么他和一切积极的东西有关 那么他也 狗狗也希望主人开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见到主人依旧忧郁 斯科会摇着尾巴跑过去 把爪子放在他的肩膀上 抱抱他 安慰他 柯宁非常的感动 说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全世界 那么他们的研究还在继续 希望正式的论文出来之后 人和宠物的关系 都可以变得更加的紧密 欢迎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呢 跟大家聊了聊有关狗狗的所谓的语言能力有多强 那么这位给他研制出可以按案件和人类进行交流的主人呢 发现狗狗的这个语言能力 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可以达到惊人的水平 所以呢我们都说毛孩毛孩很多人把狗狗猫猫当做自己的家里的孩子一样 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呢动物终究是动物 在这还是提醒大家 他们在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可能也会兽性大发发生一些意外 比如说昨天呢 我就去邻居家 把我的两个孩子送去邻居家玩 那么接孩子的时候呢 这个狗狗看见我很兴奋 然后平时这个狗狗是非常温顺的 家里人他也都认识 我们也都认识 所以他就在楼下很安静 可是我一到呢 孩子们就是很激动兴奋的叫啊 什么样跑 这个狗也跑到楼上来凑热闹 他一凑热闹不吵呢 这个两个孩子可能就是平时没太看这个狗 这狗也挺大的 就吓得跑 跑不说还在尖叫 就是这个狗 他有一种本能就是去追逐 追逐猎物 你越怕他越跑他就越追 然后呢 这个牙就把我儿子的腿 这个没有大咬一口 是小咬一口 几乎像是擦伤一样 好在呢 主人就及时喝止住了 但是还是把人吓一跳 然后呢 好在是狗狗打了狂犬疫苗 我的孩子们也都打了 这些疫苗 所以相对呢 应该会是平安无事 那么今天呢 小小的伤口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那么无独有偶呢 我另一个朋友也是这个 非常喜欢小动物 他呢 以前也养过狗 然后他去我另一个朋友家 一个新拿过来小狗 狗不大 就很小的那种 像那种 像那个小白玩具熊那样的 那样的小狗一样 就非常柔软可爱 哎呦 他就可爱的过去 这个把脸凑上去 亲亲稳稳 哎 也是就是 就是这个可能离狗太近了 瞬间就兽性大发 就哐一口就咬上去了 然后你知道 这个正好咬在他的嘴唇上 这个不能说破了像吧 但是也是蛮吓人的 鲜血之流不说 而且我们都知道 动物的牙齿上 经常会携带这些细菌 如果这个狗要没有打狂犬疫苗的话 那人还有这个风险 所以呢 这位朋友也是连夜就要去 去打这些一些预防的针等等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说动物 他还是有他一些动物的本性 尽管呢 他非常的通人性 但是还是不完全是一个 是一个人 他还有兽性在他的身上 所以呢 这个主人也好 或者家里来客人也好 这些时候一定还是要多加小心 防止呢 发生这样的一些意外 另外呢 就是 其实 最原始的这个家庭 包括 我最近不是夏威夷买个度假屋吗 就发现 你要是长期住在那种 像办个农场房一样的地方 有几个acre地 或者很大的院子 当地的人 就是长期居住的基本上家里都有狗 也有猫 这狗呢 就不用说了 它是天然的security 这个天生的保安 看家护院呢 是绝对的厉害 你几个acre的土地 你这个门也好啊 院墙 你不可能把几 也有人几个acre拦起来 但是在我们那种状况 周围都是树的状况 是很难的 所以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 没有院墙 你和邻居之间都是 就是树丛 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个狗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 保 保家护院的这么一种动物 有一点动静 它马上就听到 就会叫喊 就会过去撕咬 就 就起到一个保护安全的作用 那么 另外一个动物呢 就是猫咪 这个很多人也很喜欢养猫 我小的时候 猫猫狗狗都养过 非常幸运 两种动物都非常的可爱 它们各不相同的气质 我都非常的喜欢 那么这个猫 在像夏威夷那种地方 或者是很多这种 大院子 办农场的这种 这种家庭环境下 猫咪的存在 也是非常有必要 它一在这 老鼠就无影无踪 来了也不要紧 基本上就都被 黑毛警长们给抓住了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 原始的状况之下 猫咪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确实是如此 我们是彼此 相互依赖的去生存 狗狗帮我们看家护院 猫咪呢 帮我们捉老鼠 所以呢 这个 一个院子里面 有猫咪有狗狗 也是非常司空见惯的 现在呢 其实很多人就讲 这个 有一些地方 这个HUA管得很严 什么这动物不让养 那动物不让养 包括院子 像我们这种 对着高尔夫球场 就更别说了 就是有一些 有院墙的院子 自己家后院里 想养几只鸡 都不可以 这个 一旦被邻居局报 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发信 就是要赶紧听 事实上呢 这个鸡 包括我们经常做节目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鸡粪肥是非常有营养的 鸡是杂实的动物 所以在很早 很早年以前 人类本身就是 种农作物啊 然后就是这种 上面种着果树 下面养着鸡鸭 然后鸡鸭吃点烂水果 掉在地上的种子 也被它们吃掉 然后鸡鸭的粪便 本身也是特别好的肥料 就是这么一个天然的 一个cycle 一个循环一样 反倒是到了 现代的被人为的 这种方式 什么管理啊 就被给取消了 取缔了 反而呢 让这个 作物们 水果蔬菜 果树们 缺乏营养 完全要靠化学肥料 那么这种 有机天然的肥料 就这样 没有了 或者是被浪费了 而且啊 那个鸡吃 真的是吃这些 野生的食物 下的那个蛋 是真的很好吃 我这些天的周末 又到处去逛农贸市场 上个周末去逛了 Woodland的一个农贸市场 买回来的那个鸡蛋啊 你就看 一盒里边 12个鸡蛋 那个各种颜色的 白色的 红色的 还有绿色的 还有那个蛋皮 一花花的 你一看呢 就知道 这个蛋绝对是 他家里这个 农场里散养的鸡下的蛋 所以呢 确实如此 他说 这都是我们家里 各色大小 不同型号的鸡们下的蛋 哎 这些鸡蛋呢 颜色外形也不完全一样 这和我们在超市里 看到千片一律的 这个鸡蛋 包括大小形状 以及那些 从养鸡场里出来的蛋 那味道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人这个嘴啊 就是这么吃雕出来的 就是你一旦尝过 这个更好的味道 你就再也忘不掉它 然后呢 你也不会再对 这个普通的鸡蛋 感到那么满意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爱吃的人的一大悲哀吧 现在呢 我一到周末 就渴哪儿去找 这种散养的鸡的鸡蛋 因为吃惯了 你真是觉得 这个味道太好了 宁可驱车 这个仅一个小时 去这些农场的地方 也要把这个 好吃的鸡蛋买回来 而且呢 那个西红柿你买了 洗一洗 马上就可以吃 那个味道 真的是我们小时候 吃的西红柿黄瓜的味道 非常的好 总之呢 这个 如果能够有一方小院 养着鸡鸭 种种菜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特别好的绿色的循环 如果大家有具备 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真的是好好享受吧 哎 还有一件事情呢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时候啊 我们救助这个流浪动物 小猫猫狗狗啊 善心人士啊 真的是非常的多 哎 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 有这么一个善心人士 救下了一只小猫咪 然后呢 这只猫咪 人称叫做 发财猫啊 大家都给它 请外号叫 发财猫 就是因为这个猫咪的主人 这个救了小猫咪以后 随手买了一张彩票 居然呢 就中了 中了一个大奖啊 哎 美国男子 这个Joseph 来自这个 华盛顿州 这个塔克马的一名 邮政工作人员 你知道这个邮递员 每天就是到处乱走吗 他每天呢 收发邮件 四处奔波 和妻子 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 但是他也觉得非常的满足 平静而又幸福 有一天呢 他在上班 正在接收邮件和包裹的时候 听到了一声 一只猫咪的叫声 他看了一下四周啊 也没有找到这个 这个猫藏在哪 然后就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了 第二天呢 他回到相同的地点 去邮递信件的时候 又听到了熟悉的 这个猫咪的叫声 这一次呢 猫咪的声音变得更急促了 所以呢 他听过这个声音 他确定这个猫咪应该是 这个很危险 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 经过仔细的寻找啊 他这次终于发现了 有一只猫咪 被困在路边的一处狭小的空间里 于是呢 他伸出援手 就把这只可爱的小猫咪 给解救出来了 这只猫咪呢 长得也非常的卡通可爱 那个脸上的是黑色和这个黄色的毛 还有一点点白色的胡须点缀的 非常精神的一只小猫咪 这只小猫咪啊 看起来健康状况还是不错 眼睛也挺有神 当时呢 就是被卡在那个缝隙里了 所以呢 恰好被这位 瓦尔德赫尔 这个好心人呢 就把小猫解救出来了 那个猫咪小的 大家都知道 小小小的 那个猫咪 就大概一个手掌心 就能够放得下 这个瓦尔德赫尔就把小猫咪 放在自己运动山的口袋里 继续开始自己呢 这个游地员的工作 小猫咪呢 在口袋里呆呆 特别乖 美美的睡了一觉 而且我估计游地员是骑车 还是怎么样 这个颠颠颠的 这个感觉 大概跟这个摇篮 感觉差不多 然后呢 天色渐晚了 这个瓦尔德赫尔 带着小猫咪一起下班了 在下班的路上呢 小猫咪还依偎在他的怀里 哎 他一时兴起 就在当地的便利店门前 停了下来 嗯 我今天很幸运 也许我应该买一张彩票吧 于是他就走进店里 买了一张彩票之后 就开开心心 带着猫咪回了家 几天以后 他就发现 自己买的彩票居然中了大奖 起初呢 他们都不敢相信呢 多次确认之后 发现真的中了71.75万美元的大奖 夫妻俩认为 之所以会这么好运 还要多感谢 这个买彩票那天 救下来的小猫咪啊 他们本来就已经下定决心 要收养这只小猫咪 给他取名为Peaches 没想到 这还是一只带来好运的猫咪 真的是喜上加喜啊 今年呢 这个他和妻子就领取了奖金 关于未来的计划呢 他却准备存下一部分奖金 同时利用另外一部分钱 帮助父母去打理一下房屋 让他们在退休后 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另外夫妻俩还打算 为几个慈善组织捐款 我和妻子已经拥有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了 我们只是想帮助别人 网友说 这简直就是招财猫的本尊啊 还有人说啊 这个这么善良的夫妻俩 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真的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已经最富有的人 这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而是你觉得够不够 这一对夫妻呢 觉得自己生活的非常的富足 多余的钱呢 还准备捐身出去 希望生活里呢 能够有更多的人 像他们一样 不但有好运气 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好的 听众朋友 再次感谢您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会儿